你家的孩子 疑忆心情绪交通员 你做家人一定要重视 好 进来 坐 现在这孩子不太开始了 一定不得叫人齐齐的 杨老师 你帮我看一下 咱们什么号 这应该是物理方程式 大计程 这是万有引力空式 那这具个球的啥呢 唯一物理79900元 这是第一宇宙速度 诶 诶 我没教过这个 这个是高中的物理 这是宇文卷 啊 杉杀老师 这就是物理学的魅力吗 哈哈 哈哈 李又阳 这就是你写的考试所问 耍我的是不是啊 你什么绝子也真有个性 啊 是 叫你写这篇 你以后算了一日就算不算了 像上天啊 哈哈 我知道你里面是什么意思 但你评课这么严重 能不能考上高中还是 考上就不上了 有什么 你给我站住 你去哪 别气了 我干教育这么多年 什么样的孩子都见过 教学呀 还是要有重心 你还年轻 让你们几个年轻老师 代理班主任 主要目的 还是为学校培养储备力量 多积累教学经验 升学指标 不在主要考课范围内啊 范校长 嗯 不是指标问题 我们班那些个孩子 不少是从农村念上来的 您看现在的成绩啊 很多人别说是上高中 他就是上个中转都难啊 小夏 你有责任心我很欣慰 可你也得看看实际情况吧 实际情况就是 他们大多数人毕业之后 都得回去误会 不拥 不拥 一鹤才十五六岁 是啊 这很现实啊 我们能做的呀 就是尽力 帮助孩子们提高成绩 可咱们毕竟是乡镇中学啊 不可能把所有孩子 都送到县中学罢了 进任务总指挥部决定 执行三周十六号 载人飞行任务的房地人指挥处 由三名航天员组成 他们是航天员青海鹏 航天员朱阳柱 上载人飞行业 上载人飞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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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名飞行任务 三名飞行任务 老高做了开销也就大了 我出摊呢还能补贴补贴家用 我什么啊 反正我有考上 我不去摆摊 打空也可以啊 到时候你就家里歇着 你就这点出街啊 姐姐已经上大学了 我上不上无所谓 手术要上 家里有一个上大学的已经很不错了 你们就不要再逼我了 我本身就不是学习那块料 你们就不要在我身上耗时间了 奶奶 小夏老师 小夏老师 刘老师 上次你们有文考试 就是李东阳写公事的那个 作文的题目叫什么呀 梦想召进现实 怎么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我大概知道原因吧 他有可能 只是想把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比作盈利吧 干嘛啊 你想写作季去 想完了我 要浑顿 老板 两位浑顿 哎 来了 看你的名字 看书去 听见吧 来了啊 啊 应该是看过这本书 李东阳 小夏老师 你是东阳的老师吧 哎 您好 哎呦 是不是我们家东阳给你添麻烦了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 你看我这天天的 没有没有 挺好 啊 我就是路过 小夏老师来玩玩去 没事 您忙 您忙您忙您的 好好 来 来 怎么 怕我告你状 我 我没那么怂 我看你挺怂的 考不上高中就不考了 那我问你 方程试在哪儿学的 杨老师说他还没教过你呢 B站知识区上看到了 还挺好学呢 是不是还看到这个 你怎么知道 送你吧 但是 你要告诉他 在这本书里还有一个主角 是一个中国军人 他知道哪怕是希望渺茫 也会孤注一掷 背负上一切 坚定不义地朝自己的信仰 和目标前进 同学们 今天这一堂班会呢 我们请来了 大家掌声欢迎 好 同学们 这前两天啊 小夏老师跟我说 咱们班有一位同学 作文写了一整篇的物理演算公式 作为你们的物理老师啊 我很欣慰啊 1970年 4月24号 长征一号火箭 把咱们国家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 送到了禁地轨道 它的速度 就是7.9公里 每秒 这是我们人类航空器 要克服地面引力的最低速度 也被称为第一宇宙速度 现在的神舟飞船 也正是以这个速度奔赴着天宫 而且还送上去过一位 和在座的一样 是从乡镇学校走出来的 大山里的孩子 这就是李东阳同学 关于梦想照进现实 这篇命题作文所给出的答案 虽然用的不是文字 而是物理公式 但 我觉得 这个答案很棒 蔡先生 同学们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有时候看起来 并不是那么公平 我们无法选择 自己的出生家庭 也并非努力 就一定能够逆天改命翻身逆袭 现实这些啊 有时候就像杨老师所说的 无处不在的引力一样 牵引地束缚着 但是 难道就没有机会吗 我告诉你们 有 有 至少现在 就在离你们不远的县城 有实际所 高级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 公平地 向你们每一个人敞开大门 难道 你们不想试试吗 想 想那就给我好好考好好学 就像那个 从大山里走出来的航天员一样 冲出你们人生 7.9公里的秒速 孩子们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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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b 感恩 接触了 走走 停 停 停 开启的不仅仅是一扇物理上的门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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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g 好了 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